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我们的这个demo2呢,制作到了这个网站热体这里 好,那么这一刻呢,我们继续往下来制作 我们来制作后面的这个访客统计和这个服务机状态这里 那么,虽然说上面呢,我们也有了这个,比如说登陆会员这些统计 那么下面呢,好,我们还是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图形的这样一个统计表 那么这样呢,看起来的话是比较的生动的,对吧 好,然后右边呢,这里的话是使用的了默认的这个Bullstrap框架里面的一个进度条的一个调用 我们使用了它的这个默认的样式 那么,也是对它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更改 那么就制成了我们右侧这样一个服务机状态的一个统计图表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今日统计,今日访客统计 那么这里的这个制作 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用用,用到了一个这个Bullstrap框架之外的一个 GCray的一个GS插件 那么这个插件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 那么将Demo1的这个导图能关闭掉 好,打开Demo2 那么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后台首页这里 好,我们制作到了这个热帖下面 那么这里呢,是这个网站访客统计 我们看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使用到这个Chart的这个GS这个插件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得到这个插件 好,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这个Chart的这个GS的这个中文官网 啊,不是中文官网,它的这个官网地址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址呢,复制一下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里面呢,来进行输入 打开 打开之后呢 好,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按钮 那么我们就可以下载它 好,我们点一下下载 那么它会到这个托管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里呢,我们只需要得到这个Chart的点GS的这个文件 或者是点MEN点GS的这个文件 那么就可以了 好了吗,我们这里呢,可以比如说我们打开啊 直接下载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一下 好,打开之后呢,在这里 OK,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直接的这个全部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好,全部复制 全选之后呢,来进行这个建立就可以了 好,OK,全部复制一下 然后Ctrl-C复制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桌面上 然后呢,新建一个点GS的文件 OK,先打开一下 好,即使被打开,都可以 粘贴,然后呢,关闭 然后将这个文本的这个后缀呢,给它改一下 就是GS文件 然后呢,点击是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文件呢,保存到本地了 那么这里呢,我在素材里面呢,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文件 OK,我们直接把这个素材呢,先导入啊 先导入,那么这里删除 因为这里我已经有了,对吧 已经有了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素材获得到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引入它 引入这个Chart.js的这个文件 我们把这个里面的两个文件呢,都导入一下 好,先导入一下 导入到我们这个编辑器里面 好,选中这个GS,然后进行粘贴 点击OK 好,OK,粘贴进来之后呢,我们来引入一下 我们带这个网页的底部呢,来进行引入 好 chart.js OK,那么引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来操作 好,引入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页面中呢,来创建一个这个Kavis的画布 好,那么这个画布的格式呢,就是普通的这个Kavis画布 然后呢,给它一个ID呢,就可以了 ID呢,这里是这个Kavis 好,我们这里先来看一下 这个统计图表的话,这里可以关闭掉了 统计图表,那么它是左右分栏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使用这个三个系统里面来进行它的这个分栏 好,我们使用这个面板工具 好,在这里 先找一下,看一下位置 OK,在这里 给它一个DIV 然后呢,class呢,等于这个COL-MD-6 好,那么左右两栏,对吧 左右都有 左侧呢,是这个统计图表 右侧呢,是这个服务器信息 OK,然后呢,我们来给它一个这个面板 OK,那么面板的话,我们直接这里给它复制一下 好,复制一下 然后呢,将内容去掉 然后呢,这里更改一下 那么这个呢,是这个什么呢 今日访客统计,对吧 今日访客统计 好,暂贴一下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给它创建一个这个面板的内容 好,给一个DIV 然后呢,给一个这个class呢 整理这个PanelBody 好,然后呢,在这个PanelBody里面呢 我们给它放这个画布 好,画布呢,是这个Cavis 给它一个ID呢 也是这个Cavis 好,然后呢,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如果想让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 它是这个占用整个面板的百分之百 所以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呢 为了这个显示正确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class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cul-mt-12 那么它呢,就占用了整个这个面板内容区域 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当我们创建完画布之后呢 我们就要引入这个曲线图插件 好,那么这个js文件 那么这里呢,是这个js文件里面的这个详细代码 好,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把它写入这个script.js里面了 OK,我们在底部来引入一下 好,script script.js OK,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刷新我们的页面 好,刷新页面之后呢 左侧呢,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统计图表 好,那么这个图表 那么这里面的是个数据信息 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修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script.js文件 好,那么打开之后呢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写了注释 好,第一行呢,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里呢,是定义了这个x坐标的这个数据 好,那么24,6,8,10,12,14,16,24 我们看一下它是出现在哪里的 好,出现在这里,对吧 24,6,8,14,14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它更改一下 那比如说,我把它改成什么呢 周一 然后保存 然后呢,再来刷新 好,那么这里出现了烂码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格式 好,看一下 那么现在的这个编码格式呢 是GBK 好,注意在右下角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全选 然后复制Ctrl-C复制一下 然后呢,点一下这里 把它调视为这个UTF-8 OK,然后点击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烂码 然后全选Ctrl-A,Ctrl-V 粘贴一下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刷新 好,那么刷新之后呢 打开看到的就是显示正常了 周一了,对吧 周一 好,那么我们还可以来 那比如说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末 好,然后呢 把多余的数据呢 可以先删除掉 OK 这个时候呢,再来打开刷新看一下 好,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末 好,那么这是这个横向坐标 X轴桌标的这个 好,这个数据的这个更改方式 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那么下面呢,这里是定义的 我们的这个统计的这个统计表的这个 好,样式 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统计表的背景颜色 那么这里的话,我是给它调试了一个这个透明的这个颜色 好,那么什么是统计表颜色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放开 好,放开 那么当前这个RGBA的颜色模式值 应该得的是一个白色 我们把它放开 那么也就是透明度 给它一个1 然后呢,再来刷新 好,这个时候呢,看不出效果,对吧 好,OK 我们可以给它改变一下颜色 那比如说 我们想得到一个这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这个 红绿蓝,对吧 我们想得到一个蓝色 我们把前面两个红绿呢,都给它调为0 然后呢,再来刷新 OK,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好,这个第一条数据的这个统计表的这个背景颜色呢 就已经变成了这个蓝色 对吧 变成了蓝色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这个是设置我们的这个背景颜色的 OK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好,其他的颜色值 那么当然呢 这里我们还可以给它这个16微镜值的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F60 好,橙色 刷新 那么就变成橙色了 好,当然我还可以给它一个这个浅一点的DDD 好,灰色 浅灰色,对吧 OK,那么这个颜色值 好,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第二个呢 是这个统计画笔的这个颜色 好,什么是画笔颜色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横线的颜色 OK,那么现在的第一条数据的这个横线的话 那么是黑色,对吧 黑色 好,那么我们可以给它更改一下 那比如说我想让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白色,对吧 变成白色,不好看,对吧 变成这个橙色吧 锦号F60 好,然后呢 再来刷新之后呢 这个黑色的线呢 就会变成橙色 好,那么就变成橙色了,对吧 好,然后呢 再往下 是点的颜色 好,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小圆点的颜色 好,默认小圆点颜色 我们属于没有移动上去的时候 好,那么默认呢 是什么呢 是红色,对吧 是红色 好,第一条数据呢 是红色 我们给它更改一下 比如说我想让它变成黑色 给它一个黑色的颜色池 然后呢 再来刷新 好,那么就变成了黑色的一个这个圆点 好 那如果我想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改一下 那比如说改成这个锦号F60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橙色 和这个画线呢 是一样的颜色了 对吧 画线一样的颜色 OK 再往下 那么再往下呢 是这个边框的颜色 是这个点的边框 注意啊 点的边框 那么现在呢 是这个什么呢 是这个白色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里呢 仔细看 在这个 在这个橙色的 这个圆点的这个 外边呢 有一个这个断点的现象 那么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边框呢 点边框来这个 好 造成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把它更改 看一下效果 那么 我们给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黑色来看一下 好 000 然后再来刷新 那么这个点的这个边框呢 就变成了黑色的了 对吧 黑色的 好 OK 那么这是这个 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个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F60 那么给它一个F40 刷新 好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是很好看 对吧 可以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其他颜色 比如说一个red 红色 好 红色 然后呢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这个鼠标触发点的时候的一个颜色 和鼠标触发点的时候一个边框颜色 点边框 对 点边框和点的颜色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颜色 对吧 我们现在鼠标移动上去 移动到它的这个触发点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白色 对吧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对它进行更改 那比如说 我把这个 现在是什么呢 是这个 点的颜色的话 是这个红色 然后 点边框是红色 对吧 然后呢 点呢 是这个橙色 OK 我们更改一下 把这个呢 把这个点呢 给它改成这个红色 然后边框呢 给它改成这个橙色 请号 OK F60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好 那么鼠标移动上去呢 就会有一个对比 当然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黑色 好 黑色呢 来这个 带一下 来代替一下 点的颜色呢 给它改成黑色 然后后面呢 是这个边框颜色呢 给它改成这个 红色 好 刷新 好 那么现在呢 点颜色是黑色 边框呢 是红色 鼠标移动上去之后呢 这个点变成红色 这个边框变成黑色 对吧 好 那么就是一个反差的效果 OK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外轴的这个坐标数据 好 外轴坐标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它会自动给我们选择 最大的这个数据 来给我们分配平均值 好 什么意思啊 那比如说 我在这里呢 给它一个这个 当前最大值是9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 看到的这个最大值呢 是这个9 那么这里我给它改一下 那么改成这个10 那么最大值呢 应该就是10了 好 再来刷新 好 就是10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改一下 那比如说改成10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给我们平均 平均的进行这个分配 好 分配成这个10个 那么一个点呢 就是10 10的这个 这个倍数 对吧 以10的倍数来进行增长 好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一个1000 那么它应该是100倍来增长 好 1000除以10嘛 那么一个点呢 就是100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更改 其他数据的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坐标位置太小了 现在是2对吧 2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那比如说给它一个200 然后300 然后300 然后500 504 405 555 664 655 714 801 899 909 901吧 905 好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刷新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点的位置 位置呢 就有一些变化了 对吧 从100到这个 905 那么 当然 这里的话 它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页面上呢 只看到了 这个7个点 没有看到后面定义的什么呢 定义的这个 1000 对吧 因为刚刚老师改过这个X桌 这个树标的桌距 那么X桌呢 它一共只有7个 所以说 它在这里的话 它只会显示7个点的这个坐标位置 那么 以及说 它会显示前面的7个 1234567 那么它只显示到这个655之后呢 就不会显示了 所以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不对 最后一个坐标的位置 那么是655 好 那么 我们呢 给它这个 好 删除一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符合 这个7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么这个呢 给它去掉 434567 好 把这个给它去掉 368 还多一个 那么把这个504呢 给它去掉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对吧 七条数据 所以说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样式 OK 那么3555 655 对吧 最高呢 是1000 好 1000 看一下 最高是1000 好 那么最高点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 x坐标和 y坐标 也就是我们数据 每个点的这个位置 以及这个点的 这个颜色 的这个样式的设置 好 然后呢 我们还看到呢 下面的话 还有一个点 对吧 还有个点 那么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是和上面呢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数据效果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给它稍微的 做一些更改 那比如说 这个改成300 好 注意一定是数值 数值 314 455 755 814 999 905 1000 有个下跌 有个下滑的这种效果 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二条数据 好 那么有同学会问老师 那么这个 我们 这里是两条 对吧 两条数据 那么 我只想一条 或是 有很多条数据的话 怎么来添加呢 好 我们这里呢 只需要将这个数据呢 复制一份 复制一份就可以了 那么 从这个分号点 后面呢 来把这个数据呢 再来复制一份 然后呢 设置一下对应的样式 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 我把这个点的颜色呢 给它改一下 那比如说 这个我给它改成一个 这个 好 绿色 绿色已经有了 对吧 给它改成一个蓝色 好 改成一个蓝色的画线 好 其他呢 不变 然后数值呢 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这个 给它改成100 200 400 400 500 600 500 好 然后呢 再来刷新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5000都出来 对吧 5000出来了 那么这里多了一个这个点 多了一个零 刷新 那么刷新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第三条数据 对吧 第三条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呢 其实大家就应该能够理解了 理解这个数据的添加方法 那么刚刚大家也看到 如果我多加了一个零 多加了一个一个 那变成5000之后呢 它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外拙的这个点呢 应该就是我们的最大值 那么平均每个点之间的这个距离的话 就是以它的这个倍数来算的 是5000所以10 然后以它的这个倍数来进行这个增长 那么5000区时应该就是500对吧 以500500的倍数来增长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访客统计表的一个设置 访客统计表的一个设置 非常的简单 好 那么当然呢 也非常的这个实用 那么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制作工程中的话 那么如果用起来的话 这个效果呢 是非常的这个理想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个三个表的这个背景颜色 给它做一个这个处理 那么让大家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第一个呢 最后一个我们给它一个红色值 然后0.0.5对吧 给它一个0.5的透明度 红色 好 然后呢 上面这个呢 给它一个这个绿色 0.0.5的透明度 然后呢 第一个呢 给它一个这个红绿蓝对吧 给它一个蓝色值 好 给它一个蓝色值 那么这个呢 是0 第二个呢 也是0 然后第三个值呢 255 0.5 好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这样呢 就凑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格 好 表格统计的一个统计表 好 那么这是这个统计表 然后呢 我们往下看一下这个服务器状态 好 服务器状态 这个制度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下一节课来讲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众 感谢大家的观众